兔妹妹快醒醒 我们怎么被困在荒岛上面了 诶 这是哪里 周围怎么全部都是大海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一觉醒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是吧 这箱子里面怎么给的都是土块 难道要让我们在这里过吃土的生活吗 好家伙 还真的都是土块 话说这怎么生存下去啊 诶 不对 对 你看 用这些土块居然能合成这么多东西 这非明就是万能的土块呀 哇塞 还真是 有啦 兔妹妹 我们可以用这些宝藏 在荒岛上面做一个海景的大别墅 怎么样 敢不敢和我比一比的 切 比就比 谁怕谁 我也是建筑大师好吧 是吗 这边看我先利用土块 合成一点方块和家具什么的 建房子 我可是专业的 首先先用星光包子扩大一下地盘 嘿嘿 我这面积就为你大不大 哼 建这么大能住完吗 住不完我放着不行啊 还有你吗 柱子看我再接着用岩石砖给搭建上 然后一层屋顶再用冰砖给铺上 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刚好可以利用这些冰地板 好好地降降温 然后楼顶的话再用新春宫灯给铺上 不仅美观而且还能照明 简直是一举两得啊 最后这边再用方块把屋檐给做一下 OK 我这两层的别墅框架就完成了 怎么样 是不是看着又大又豪华 接下来就要开始装修了 四面墙先用超坚固的干化玻璃给封上 这样到时候在屋内就可以欣赏到外面的夕阳美景了 没办法 有全景的落地窗就是任性 这次一楼的话就做一个客厅和休息室吧 首先先在这个角落用硬砂块做一个96寸的超大液晶电视 然后后面再放上一排软沙发 伙伴到时候你们来做客 一定要带好瓜子和饮料啊 中间的位置再放上餐桌 然后利用玻璃和水做一个摆件 旁边再放上蛋糕 怎么样 看着是不是很温馨 最后在这个角落利用硫磺精砂 做一个通往二楼的快速电梯 然后二楼的话就作为我的卧室吧 先在靠阳台的地方放上两张大床 旁边再放上屏风 另外一侧再放上软沙发和储物箱 中间再放点桌子装饰一下 OK 我这两层的豪华别墅就装修完成了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怎么可能 这边看我接着在别墅的右侧做一个室外的餐厅 接着再用竹子和白色玻璃灯做一个遮阳伞 旁边再用玻璃做出来一个小鱼塘搭配一下 嘿嘿 看着还不错吧 然后另外一次的话 先用木栅栏围出来一个养殖场 里面都放上小鸡 嘿嘿 鸡肉我只吃现杀的 然后这里再放上土块 里面都种上萝卜和土豆 OK 我这吃住行鱼一体的别墅就完工了 现在让我回去我都不回去了 哎呀 小米 看不出来你还挺会设计的嘛 一般一般 迷你第三 人家解释的事情就不要说出来了 那行吧 我就勉为其难的在你这住下吧 什么叫做勉为其难 你不是建筑大师吗 参观完了就赶快回你的小破房子吧 嘿嘿 我刚刚是和你开玩笑的 住我这也行 到时候在美口给你放张床 你就留着给我看家吧